来 我就看 人生嘛 莫喜金碑空对月 嗯 虽然我不是你 下一句呢 我不是你吧 哈哈哈哈 咋开去讲 我跟你讲啊 高哥也就是这个样子 人生嘛 莫喜金碑空对月 真的就是这样子 人生该遇到的人都是我们应该遇到的 没有说 啥去还不来啊 对 哈哈 就是你也说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我感觉像我们今晚上在这里吃的这些饭 那么多人很多人会去想 哎呀 我这个鱼啊 要换来等同价值 等同价值不是这样子换的呀 你等同价值 我们很伤心的呀 是不是很伤心 难道感觉我少到就拿衣服就一千尼币 我要换一千尼币 这就不止一千尼币了 这就是等同交换 这些包丁在你高哥身边也不值钱 然后我白来 哈哈哈哈 自己会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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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蹭吃的更没有心理压力了 哈哈哈哈 你没有了 我没有了 这也有点高 点凝 是那个 哎 哎 不管他们了 也把这个一千万万万度过来 但人家不是这样子想的 这咱们活自己也不比他们看 比自己活动 一壶老酒永远是越贫越长 一会是一不清洁 咱俩咱俩咱俩 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也长大了 我的小孩往上头伤了 结亲家呀 结亲家 哈哈哈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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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的家都不在家 小刀小刀姑娘你说嫁回中国了 你收拖的彩礼 我 在这儿娶个媳妇 你这个这个话错了 明天他这个高兴这个姐姐的话 会别人欺负我 还是像他老爹这样子 我吵 你欺负我这个姐姐 真的就 就是这个样子 你呀爬呀 我都赶紧撒 真的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呃 在这里呢 一两年的时间吧 平道的是什么呢 平道的真的就是 埋在树底下那个女儿糊 啊 啊你不增长这么多年 真的发酵不了 发酵得了的时候 你才知道女儿糊 要发酵 对不对 我们现在在这里 均可的这一个米果这个820的家里 虽然 带 虽然带点的感觉 但最起码 最起码 他有他的力量 对不对 哎 哎 高哥 我问你一句话很简单的 你这个高兴出来就是男孩子 你那个真的要做做一个弟弟的 你要一定要就是 女孩子跟男孩子是不一样的 肯定在这立个模样 对 一定要立个模样 老英雄二马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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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英雄好汉 真的很难得 还有 所有的东西呢 没有剧 我感觉每天发生的事情 都是该发生的 哪有那么的剧 其实我们就像这个 古一部啊 呃 乡称爱情故事这样子 该发生的 谁也不知道咋不在于 问问面前面就来了 其实他真的不知道 其实 没有 高跟我也感觉了 很多时候人家也问 哇 想到这个烧鸡队高哥的时候 有没有拿钱呢 哈哈哈哈哈哈 我自己想笑哎 哎 兄弟之间有这个方面呢 喝酒了没有 啊 回来那么一牛牛啊 那你就是腐败了 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跟他 你不是他 他贿赂了 哈哈哈 你帮我他去他那住了 哈哈哈 对不对 其实人生就简简单单 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 复杂的事情 复杂的事情是什么 闭着眼睛明想 是不是 是不是 老实在想 不对的事情是对的 对的事情是不对的 慢慢走过来 你看咱们也坎坎坷坷的 总统在咱们俩 тут好像没有坎坷 不是没有坎坷 没有坎坷 都不在乎的时候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是谈人生了 人生轨迹的路线 真的不一样 我们谁没做过大事 大事可能在别人的眼里 是一个 开也开不起 但换句话来讲 我们也能做在 前面的 这个慢慢地想一下 人的面贴度点 真的选择 那不然是刚刚那个 这个BD要是两个子在旁 你不过就废了 我这拍着视频 他当时跟BD BD不是说你们说BD废人 当时 我也问过 我是硕码的 我问过你吧 没有草原吧 BD算是一个野马 他怎么讲 哎呀 我内蒙的 野马 是什么呀 去马的 他真的是这样子讲的 操场不够多 不是操场不够多 来 那那那那 就这样子 我没得笑就破了 BD呢 真的 但你们也从来不会怪过的 明天BD 有机会把他叫过来 还把他叫过来 对 叫过来 然后看看 看看烧鸡现在过的什么样子 对 生活嘛 就是 你BD挺漂亮的 对 跟烧鸡比起来 错了 嗯 没有 现在你是两夫妻的 你让网友 我肯定讲 你那不一样 不是 BD确实太黑了 你做什么 不爱味道 我就受不了 没有 主要是关灯的 关灯什么也看不见 露两排牙齿 BD 老高点 还没有机会关灯呢 烧鸡 烧鸡是 太有开心了 那个是太不爱开心了 你让它闪了 太开心了 我是这样想的 真的是 教育 家庭背景 完全不在一个档子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家庭就有关系 对不对 你想一下BD 一两个妈妈 那肯定每天都在增空吃素 他想要的就是 我们给到 怎么会两个妈妈 有 两个妈妈 他老爸娶了两个 嗯 他不是娶了两个 他硬生生就是两个 他的爸爸 给了他 又好像又娶了一个 那就两个妈妈 那就两个妈妈 两个妈妈 我就说 他这两个妈妈的时候 我就说了 你两个妈妈 你不能知道 你能离过了 男孩子怎么样吗 其实我们不是要贬低 人家离过了 对 我们就爱 嗯 有事说事吧 离过了 男孩子 没有责任感 我们就会责任感